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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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浪潮席卷全球 媒體也歷經時代有所變化 自媒體發聲創造對話空間 但引用的資料 是否符合智慧財產權規範 讓大法官蔡明成來告訴你 比如說你在網路上會有一些網易的名稱的使用 那有些人他已經固有的一個人家 得一個品牌的名稱的話 你就要去把人家搶住他的domain鏈的話 那這可能就會過得很侵害 那再來另外你在網路上 比如說你可能見過一個網路的買賣的平台 那即使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進口的東西 那你進來以後可能冒用人家的 在網路上賣特定的產品 那也可能會侵害到商標 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 與白世代關懷協會舉辦的 2022數位創世紀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這回邀請大法官蔡明成 來說明著作權及營業秘密能 讓民眾在網路上活動 也能確保自爭著作財產與避免侵權 即便是現在很夯的元宇宙 民眾在享受網路自由言論 遊戲與會議的同時 也得遵守產業秩序 因為營業秘密搭造 它已經取代到另外像以前FB 然後其他的一個互動模式 那當然現在在發展中 也不曉得會以後發展什麼程度 我只要以現在來看的話 過去的一些相關的法律的清潛 還有相關言論的保障 應該基本題目還是可以用 我只是說對於新興的一些形態 可能各位要留意說 因為在網路上大家都說虛擬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虛擬這個有必有放 其實可能人家會有一些 就尋現去查明那個來源 所以不管你去盜用人家的東西 或是說去有一些討厭的行為 還有包括可能有一些不雅的影像 或包括一些所謂清潛的言論 都可能會被追蹤 而且會被輸出法律相關的處罰 這兩天的論壇 因為今天針對的是內容的策略 昨天的數位創世紀 還有包含論文發表 主要針對的是整個的 影音產業的經營的趨勢和策略 那今天第二天是針對內容的部分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希望看到 在新的一個元宇宙的想像的空間當中 在節目上面可以有哪一些製作的可能性 甚至在行銷 那可是另外一塊也看到的是 可能碰到的風險 包含這個智慧財產權的維護 或者是在人權議題的一些彰顯 那還有在美感上面 也可以產生哪一些新的火花 會議採線上線下模式進行 透過演講Q&A來解說傳播自由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 也針對元宇宙的創新行銷 額哨等各項議題探討 豐富大眾視野觀點 記者溫英俊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 謝謝